嗨,大家好,我是Summer 嗨,大家好,我是威儿 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新加坡房地产 威儿,你知道吗? 最近的新加坡房地产的走势是非常非常的火 其实很多我的客户都问我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对,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好不好 好啊 那新加坡的其实房产数据呢 在今年的4月的转售环比呢 其实是增长了达7.9% 这就是意味着平均我们一般上每个月的 在疫情之前的转售量呢 其实是大约1000套左右 但是在疫情过后呢 而今年的4月呢 的那个转售量呢 其实是逼近了2000大关 对的,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已经创下了11年来的新高 没错,没错 那其实很大促使这个现象呢 是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政府其实收紧了这个边界管控措施 当然这个措施呢 也严重了影响了建筑业的 他们面对人力短缺的一个瓶颈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 那些新的那些项目啊 其实呢 他们的聚务都已经被延迟了 是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吗 本来我们平均的时间呢 如果要从打地基到盖好一个新项目 可能是要三年的时间 那现在呢 已经拖延到4年或者5年 你想象如果假设你是一个新婚夫妇 一对新婚夫妇 那你很急着想要组织新的家庭 你真的想要搬进去一个新房子的话 你不能等到4年或5年吧 可能对吗 又或者可能现在呢 你已经刚刚卖了你的房子 那你是不是要花4年到5年的时间 去租另外一套房子呢 然后才搬进去新房子呢 还是你就直接就买一套可以现成搬进去的房子呢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转售市场呢 连续了9个月都有上涨的趋势 就是价钱上涨的这个趋势 没错 对 那当然同时呢 一定会有一些人 有一些买家 他们说 我不要啊 我一定要买新的 因为我就是可以等 我可以等 我一定要买新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新楼盘的数据 到底现在是处在怎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 就从这个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这几年 新房源竣工的进度了 比如说 今年会有 大约4942套的新房源 而在2022年呢 日记会有 11264套的新房源 总卫竣工的新房源呢 会有大约 52252套 诶 但是上了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新房源 其实已经卖得七七八八了 是的 对 所以现在呢 以我们第一季度 就是2021年 第一季度的结尾数据来看呢 我们其实还没有卖出去的新房源 只剩23735套 对 你知道我们的平均 没有卖出去的那个囤货量 平均呢 在2014千套 对 是大概在25000套 的确 这简直就是 没东西卖了 没东西卖了 对 这个反差就是 疫情前和疫情后啊 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是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也要看一下 开发商这个时候应该要做些什么 通常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在疫情前呢 这个时候开发商就会很积极的去投标地皮 然后呢开发新的项目 尤其是在2017年有同样的一个现象发生 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集体出售还有我们的新地皮的投标量啊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可是呢到目前为止你知道吗 威尔 对 今年已经是2021年 然后现在已经是5月份了 是 我们到目前为止呢 只看到一个政府的地皮出售 哦 还有一个集体吧 还有对 还有一个集体出售的地皮 对 那这两个项目加起来呢 都还没有到1000套房源 那也就是说过了2025年之后 我们这个魏震光的新房源 其实是大大的减少了耶 是的 你想要买都没东西给你买啊 对 所以那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为什么促使了转售市场的推动的一个因素 对对对 那当然呢 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很多人说 这样子是不是人家是因为恐慌啊 还是因为怕输啊 说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才涌进这个市场 是这样子的吗 那我们就要从我们的需求量 然后探讨这样的一个角度了 因为呢 其实新加坡的人人口 平均都在于550万到570万左右 这570万当中呢 有200万呢 是属于我们的外籍人士 就是他们拥有工作准证的 然后有350万呢 是新加坡人 或者是永久居民 那这样子的这个人口分配呢 所以促使我们自然的需求量 在平均每一年 就是在疫情平均的每一年呢 其实是大概一万八千套的需求量 所以我们的成交量 对在疫情之前我们的成交量 每一年平均都在一万八千套 那这一万八千套当中呢 有大概九千套是购买新房源的 然后有九千套呢是买转出市场的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自然的需求量 就是尽管有疫情或没疫情 我们自然就是本来就这么多人要买房子的 那因为现在又有新楼盘又有严供啦 然后新楼盘没东西买啦 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数字呢 就逐渐的推向了转出市场 没错没错 那除此之外啊 那个银行贷款利率呢 也是一个因素哦 是的因为在疫情之前呢 如果要房贷的话呢 我们的房贷的利率 其实有高达百分之二点五这么高 对没错 那我们新加坡的房贷利率呢 是跟美国的利率挂钩的 那现在你知道我们的房贷利率是到哪一个阶段吗 我知道 现在的利率都是只是至于大约是百分之一点五耶 是的 你可以想象吗 所以房贷利率是百分大概百分之一点五 你知道我们的定期存款的那个利率是怎样子吗 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你刚告诉我 你朋友就是有了这个不这么好的经历 把钱放在那个定期存款 是的 对那我就是有一个朋友呢 他把大概有二十万在定期存款 其实放了好几年 那以前呢 平均每一年的利息 他可以涨到大概一千多块钱 就才OK 还可以 那最近呢 他就跟我说 他刚刚收到那个流水单 那流水单的那个利息呢 显示 他的利息就涨到十六块新币耶 不是很夸张耶 很夸张耶 很夸张耶 真的 所以要考虑 我们要不要把我们这个辛苦赚来的钱 省下来 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把它 回划一下 回划一下 对 然后转到一个比较有升值空间的资产 是的 然后呢 看一下回报率可以更高一点 那如果假设我们已经知道说 接下来的几年 我们的市场应该是有这样子的走向的话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可以考虑探讨一下 新加坡的房地产是否可以考虑进场投资了呢 那对 那今天我们已经探讨了供应量跟需求量 那下一集我们要探讨什么呢 那喜欢我们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呢 想要知道多一点新加坡房地产的事宜的话呢 请记得关注我们 然后点赞我们的视频 还有呢 记得要分享 是的 好东西要分享哦 是的 我们下一集呢 再见 拜拜